大家好,春天是兰花生长最快速的一个阶段 在现在我们要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 不然的话后期吃亏的还是你 首先第一个就是除虫方面 春季是兰花生长活跃的一个阶段 害虫也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 我们要在现在给它进行一次除虫 如果除虫工作不到位 这盆兰花到了盛夏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被这些害虫啃扰了 想给它除虫 其实也简单 我们在它的花盆里面给它撒上一些脾虫林就可以了 它有比较强的杀虫的作用 它是一个内吸型的杀虫剂 对植株基本没有什么损伤 我们在它花盆里面给它撒上一些脾虫林就可以了 它能够被这些植物吸收掉 然后一些害虫再去叮咬植株的时候 就会被里面的有效成分给杀灭了 它的药效能够长达40多天 第二个 现在正是兰花 这个新的苗子生长的时期 在现在给它多补充一些养分 那么后期它的这些新芽就会长得更加粗壮了 所以现在给它用肥是比较合适的 那就给它浇灌一些兰科专用的营养液 把它兑水稀释1000倍左右 直接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能够给这盆兰花补充到充足的营养元素 能够让它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快速的生长 春季养兰花一定要注重这两个方面 是它春季能否安全健康生长的一个关键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